歡迎來到阿波波不知名小物系列第二集 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東西 超酷的喔 有看到嗎 哪裡酷哪裡酷 這個 我親戚他是從德國出去玩帶回來給我們的 我想說遠遠從德國帶一顆這什麼蛋回來要幹嘛 他就說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平常切完蒜 那個蒜頭啊 洗完肥皂之後手還是有味道 他說只要用這個洗 洗20秒 你保證你手上的那個味道都沒有 真的假的 不就是一顆蛋 真的好不好 我馬上切給你看 然後我準備蒜頭 我直接馬上切給大家看 切完之後手上 你等一下再聞聞看我手上有沒有味道 欸味道真的很重欸 真的我在這邊的味道很濃欸 那個蒜味喔 好這樣這樣這樣先這樣這兩個 你聞看 你聞看你聞看你聞看你聞聞 聞啦 欸欸欸欸欸欸欸 是真的有蒜頭味喔 好惹 我還喜歡耳屁啊 真的有蒜頭味 就要開始洗囉 快洗快洗 它就是不需要用肥皂 就純粹就是用這顆蛋 就這樣子沖洗一洗 就在20秒左右 它就真的沒有味道了 或者是洗碗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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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來聞聞看嗎 好 很噁不就生氣喔 不會啦 真的啦 真的啦 欸真的沒味道欸 我跟你說真的啊 那個蒜頭味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種 就用這顆蛋鐵洗 就是很像用水沖沖洗一洗而已 它就真的沒有味道 像我平常會用那個洗碗筋啊 或者是香皂啊 特別洗好幾次喔 手上都還是會有淡淡的那個蒜頭味 它洗了20秒左右 就已經沒味道了 那顆給我啦 給你 欸你知道它價值多少嗎 500塊 它身價500呢 我想哇塞 這什麼厲害的東西 身價500 最後像蝦皮啊 網路上再找找看 因為好多十幾塊的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用 像這個一樣 呃呦 這個 就像到底有沒有用 所以我就 這個 我們有在蝦皮再訂了一個 這個 10 好像35塊左右吧 就想說 它有沒有跟它比起來 有沒有差別 它其實 摸起來就有差了 這種摸起來滑滑的 我摸我摸 來來來 那這個 就是有點粗 粗糙感 欸有欸 我們洗完之後 去測試說 它其實味道有消一點點啦 但比較多的 洗酒的會有一種 鐵味的感覺 就是看看大家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這種 奇特小東西 生活廚房的必需小品 好啦 那下回見 掰掰